世紀二十一 1971年在美國成立 1993年立足香港 在進軍灣區市場的過程中 我們一直致力於以最優質的品牌服務 贏取各界信賴 在2011年 我們繼續揭成為你提供最全面的政策解讀 更加即時的樓市資訊 還有全程陪同辦理手續 專業細緻的驗收樓服務 和裝修設計等多元化業務 新幾年我們會努力進取 開拓創新 無憂灣區生活 首選世紀二十一 好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75平方的兩房 因為樓下客戶實在太多了 現場比較爆 所以他們沒有空 唯有我自己帶你們過來看 在門口左邊就是一個廚房 針對75平方兩房的比例來計 這個廚房是相當之大的 進來這裡 基本上可以做L字形 如果這裡你自己再去組裝 其實是做到一個尺寸的U字形 完全沒有問題 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冰箱位置 真的我覺得這個廚房已經可以比別人 一百幾、八九十那些很大的廚房 比別人大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厲害 然後最重點是什麼 我發覺這裡的戶型和其他是不同的 過到這邊 廚房對出這裡會有一個小房間 有一個小房間 有一個小房間 進來右邊就是一個衛生間的位置 然後左邊就是一個圓關的鞋櫃 我覺得這裡有點奇怪 為什麼會設置在小房間 然後再進來這裡 就是一個比較小的兒童房之類的格局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生活陽台 哎呀開不了算了 大家看看這裡還有一個生活陽台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它的門 這間房的門應該是這裡的 然後進來的話 這裡是公共衛生間 然後這裡是一個圓關鞋櫃 我估計應該是這樣 否則很奇怪 因為進來 你沒有理由走到別人的房間 換鞋 公共衛生間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餐廳 餐廳位旁邊 都會有一個小小的生活陽台 我目測的話 洗衣機應該是放在這裡 不過洗衣機買不到太大 因為其實也是比較窄的 這個 好了 這邊就是一個客廳的位置 客廳的話 它是沒有陽台的 但是做了一個飄窗在這裡 現在我是處於四樓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除了開了燈之外 其實這裡是一個採光度 都不差的 是照到進來的 然後在客廳對面 這裡就是一個主人房 主人房一進來就是一個 一個套間 一個套位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主人房 主人房這裡也有一個 跟客廳差不多大的飄窗在這邊 我覺得很難得 有兩樣東西 首先其一 兩房你可以做到廚房這麼大 其二 七十多個兩房 你還可以做到兩個衛生間出來 這個真的很少有 真的很少有 你一般都是兩房一位 對不對 我就沖著它這個 這麼奇特的一個壺形 我們來看下一個壺形 我們現在來看第二個壺形 就是這個B壺形 87平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同樣 同樣 進來 跟剛才基本上的壺形 是做到一個鏡像 反向 進來右側 就是這個廚房位 經過我剛才的一番了解之後 你們現在看到的 哎呦 嚇到我 你們現在看到這些 全部都是交流標準 包括這些三件套 然後還有這些儲物櫃 看到的都是這個交流標準 當然冰箱絕對不是 如果自己做完這邊的話 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 半腰型的一個廚房 OK 好 然後進來左手邊 依然都是這個小房間 同樣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些衛生間裏面的 所有的一個配套 都是交流標準 然後進來這裡 就是一個小房間 跟剛才一樣 這邊都會有一個 居住 一不是一個生活的 一個小陽台 長長地 可以放一下雜物 或者自己下衣服 都可以的 然後 再過來這邊 就是一個餐廳的位置 餐廳 跟著這邊 就是一個小小的陽台 其實都是比較小的 同樣 來到這邊 就是客廳的位置 客廳目測的話 大概是3米5 3米6 左右的一個開間 這邊是沒有主陽台 不過就有一個大飄窗 採光來算的話 都是比較足夠的 跟剛才有少少區別的 就是 基本上我們一路進來 我相信大家都感覺到 跟剛才的護形 其實基本上一樣 有一個就不一樣了 就是剛才有兩房 這邊有三房 所以這邊還有兩個房間 其中這裡 就會有一個小小的兒童房 一個BB房 同樣 因為BB房的原因 這邊會有一個子母門 通過這個子母門 過來這邊 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其實看到 都是比較大的 跟廳一樣 基本上都可以去到3米5 亦都會有一個比較寬的 一個大的飄窗 好 然後這邊 就會有一個套位 套位的話 基本上 跟剛才那個衛生間 那個空間 差不多一樣 都是比較難得的 因為無論是兩房也好 還是三房也好 只不過是一個七八十的面積段 都可以供給到你兩個衛生間 好 我們現在去看第三個護形 我們看完兩個小的之後 現在來看一個大的 這個就是 一百四十平方的三房 兩廳兩位 在門口 這裡已經放到一個展示架 已經顯示得這個大單位 相當之大氣的 左手邊 就會有一個圓關的械櫃 這個圓關械櫃 也是交流表獎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餐廳 餐廳對著這邊就是一個廚房 廚房進來 基本上就沒有剛才那個大 不過兩三個人站在這裡 都完全夠用的 同樣 除了這個冰箱之外 大家看到的 都是交外標準 當然 除了沙烤冷餐 這個餐廳 在旁邊這個 客廳 有沒有感覺到這個 客廳真的非常之大 我目測這個客廳 起碼最少 四米半左右 有一個開箱 真的非常之闊 一個豪宅級的 一個級別的享受 這個客廳 是的 這個客廳 其實來到這個位置 它是一個陽台 它是一個陽台 但是這個示範單位 它就是做了打通的設計 這裡組一個小書房 做書桌 這樣 如果大家不喜歡這樣的話 其實可以不想好自己打通 因為從這裡開始 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陽台 OK 如果大家想要的話 可以自己去設計 看看你怎樣用 好了 我們現在就走過去 看看這個房間部分 左手邊 首先來一個客房 客房的話 它也是做了一個套房的設計 這邊也會有一個套房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客房 說大不大 但是剛剛好夠用 放到一張Mike 五個床枝 還可以放到床頭櫃 衣櫃 緊緊好 剛剛好 右手邊就是這個兒童房 兒童房的話 就比剛才的嬰兒房 要大得多 它就是一個比較標準的兒童房 而且標準得來 還要比別人要特別些 就是多了一個套間 這個套間 套間的話 比剛才的套間 還要大一點 這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生活陽台 不過我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這麼多房間 都會有生活陽台 沒有理由 洗衣機放在這裡 然後會拿著衣服 是不是都是在這裡浪 這件事 我有點不太想得明白 好 這個就是主人房了 主人房大很多 看起來 有 有 只不過是給客廳 小一點 小一點 大很多 過地 我們現在看出去 右手邊這個 就是這個 九州大島 九州大島的一個位置 所以其實這個地段是比較好的 真的 好大氣 這個主人房 不愧是百四方 其實也不奇怪 畢竟你一百四十平方 才做到三房 兩廳兩位出來 所以房間大一點 也是很應該的 然後這邊 製造了一個儲物櫃 這個 也是 這個是不是交流標準 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其實剛才我問了一些銷售 因為這一層 它是四梯八戶 然後這個八戶製造了七個示範單位 我就問他 誰是交流標準 他說簡易一點 那個就是 所以其實我們巡了一圈回來 其實看到這個是比較簡易 剛才我都知道哪些是交流標準 根據我的經驗 但是這個質地 跟剛才外面的鞋櫃 質地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我不是很敢寫包單 不是 好 然後這邊就做了一個衣衛的位置 當然這個肯定就不是交流標準 這個我可以肯定 這邊我會放一個梳妝桌 嘩 這個主人房套間 簡直就好像剛才的寶寶 是比剛才的寶寶房還要大 所以它這裡是做了浴缸位 這裡 而這裡的一個洗手盆的位置 也是相當寬的 對於我們這些外美的女性來說 這個位置絕對夠位 可以讓你放這個化妝品 護膚品一堆 然後呢 也是做了兩邊的一個位置 一邊是做這個馬桶 一邊是做這個淋浴區 OK 你有沒有發覺 這裡是沒有公共衛生間的 它只有圖間 它有三間房 和三個圖間 是沒有公共衛生間 OK 好了 我們現在看完第三個之後 我們現在看第四個圖形 我們現在看第四個圖形 這個就是133平方的四房兩廳兩位 說到這裡 我聽到覺得有點奇怪 它一百四 它做一個三房出來 相反一百三十幾 它又做了一個四房出來 那麼不同 進來這裡就是一個圓關位 這裡就會有一個鞋櫃的位置 它四個圖形 全部都是用這個樹廳式設計的 然後呢 都是這個餐廳 廚房 廚房 廚房和剛才那裡 其實 廚房就比廚房寬一點 但是呢 這裡就會窄了一點 所以其實計算下來 一個空間 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呢 這邊是留到一個很大的冰箱位 好了 然後呢 這邊就是一個客廳的位置 那麼我目測回這個客廳 是比剛才那個小小小小的 那麼這個應該是大概四米左右的一個 一個開間 那麼 那麼 然後呢 這裡也是一個陽台的位置 那麼 它也是用了這個打通的一個設計 那麼 那麼 美觀上來說呢 就會確實是美觀一點的 實用性來說呢 可能就會差一點點 接下來這邊 就是一個房間的位置 就是四間房 首先 右手邊第一間 就是這個書房的位置 書房呢 不算大 長長的 但是呢 這邊就會有一個 生活陽台在這裡 那麼我沒有猜錯誤的話呢 看一些按鍵 應該洗衣機就是在這個位置的了 然後好了 書房對面呢 就是這個客房了 客房呢 都是做了一個套間出來的 好 好 也都會有一個飄槍啦 那麼 整體來講的話呢 就剛剛好夠用 採光呢 也是不錯的 好了 跟著呢 就是這個客房了 客房的話 都會有一個套間在這裡的 那麼 比剛才我的套間 小一點的 那麼 那麼 那麼這裡呢 都是一個 剛剛好夠用的房間 是吧 但是我覺得好像 啊 衣櫃在這裡 我剛剛想問 為什麼這個 好像這麼小 啊 原來這裡是漏到一個 衣櫃的 好 好了 跟著呢 就是這個主人房了 主人房呢 就比剛才那個 手牙要小一點點 不要那麼大氣 但是這個設計呢 同樣啦 都是 這裡呢 就會有一個小小的衣帽 在這裡的 這樣也是阻礙著這個 套間的門 對著這個主人房 主人床的 這個套間來計的話呢 就肯定是比剛才的 兩個套間要大一點的了 比較舒適一點 同樣這裡都會有一個 小小的飄槍啦 方便去擺東西啊 或者累的時候 坐下來衝啊 就是這樣啦 對啦 那麼 以上呢 這四個單位 就是這個 四梯八戶的一個戶型來的 因為它是四梯八戶 所以呢 就帶你們看了四個戶型 另外三個示範單位 只不過是不同的設計 那戶型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那我不帶大家去看了 看完四個戶型已經是夠皮的了 我們看完這四個之後呢 我們還沒看完的 其實因為呢 這裡除了買住宅之外呢 那還有這裡公寓的 OK 那現在帶大家去看這兩個公寓 好 來到公寓樓這邊了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四十四平方的單身公寓先吧 那麼進來右邊 就是一個衛生間的位置來的 那麼進來看看 這裡呢 這個沐浴區 馬桶 和洗手盆 都已經是一應俱全的 還有這裡呢 也是放到一個洗衣機的位置的 然後左手邊這裡呢 就是一個小小的置物區 那因為這隻呢 是單身公寓 所以其實它沒有說分開什麼 一房一廳的 就一眼看完 那這邊呢 就會有個開放式的廚房 然後這裡呢 就會有個小小的客廳 這裡就會有下來放電視的位置 對啦 那麼再走進一點點了 就做了一個主人房了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 施密性不夠的情況下 我們是可以在這裡呢 做一個間隔都OK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的深度呢 是夠的 那麼現在呢 從這個門口 進到這裡呢 整個深度呢 去到九米半的 那麼開間呢 你也是可以去到 三米五左右的一個開間的 那麼所以呢 完全是可以 把它分隔為一房一廳 都沒有問題的 那麼按照這個呢 它就是做得比較好的 它做到一個簡易 一個摺疊式的一個床位在這裡 那麼如果當有客人 你想要多些空間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反回上去 對不對 當你要休息的時候呢 又把它放下來 這樣就非常非常好 這個感覺了 OK 再過來這邊 就會有一個陽台的位置 但是它這個陽台的位置呢 它就間開了 這裡呢 就有個門 那出去呢 就是用來擺雜物 或者是用來浪衣服 那樣的小小空間的 但是這邊呢 又做了一個室內的位置的 你看它的窗簾就知道了 它窗簾也是走這個Z形的一個形狀的 那麼在這裡呢 首先要說一件事就是 那當然啦 除開這些這樣的小物件之外 所有你看到的都是交流標準來的 所以這邊呢 是拿包入住的 那麼有三樣東西是不存在的 那麼首先第一呢 就是這個窗簾 第二呢 就是這個冰箱 而第三呢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洗衣機 這三樣東西是不存在的之外 其他東西都已經是有包製的了 那所以呢 工藥可以做到拿包入住的 OK 我們現在看下一個壺形吧 好了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66平方的 一房一廳的壺形 進來已經是感覺到相當之大了 左手邊就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然後右手邊就是一個餐廳的位置 哇 公寓來計 餐客廳都有齊 難得 好 接著呢就是這邊 這邊就有一個擺到洗衣機的一個位置 洗衣機和冰箱 這樣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公共衛生間的 為什麼我說它是公共衛生間呢 沒錯了 因為這裡呢 是有兩個衛生間的 我發現這個樓盤對衛生間的要求都很高 它無論是小至一個公寓 然後到這個兩房 三房 四房 大致去到四房 全部起碼的基礎都一定是兩個衛生間的座底 這個我覺得有些 有些 有些 比較特別的 這件事 好了 再來到看這個客廳的位置 有沒有覺得很闊 很大 真的超闊 闊到什麼程度 闊到可以 所以你還沒到別人這個 這個 起碼 812平方的一個開間的客廳 這個客廳呢 3米8走不掉這個開間 所以真的是 喂 公寓 我們現在說的是公寓 公寓有這個 餐廳 客廳 兩個衛生間 之餘 這裡這個客廳 還有3米8的開間 這個真的很特別 很稀罕 這個 這邊就是採用了一個 落地窗 所以整個採缸是非常充足的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了 再走過來這邊 就是一個房間的位置 這個房間 看下來的話 3米8就沒有了 但是呢 3米6 3米7左右 這個闊度 這個闊度 其實都 真的很闊 同樣 都是用了這個 一個 落地窗 對 落地窗 OK 這個就是套位 套位 這邊就是一個套位 套位就是 比剛才的公寓衛生間 多了這個臨浴區 基本上這兩個都是一樣的 同樣 大家看到的都是交流標準 包括所有的床 衣櫃 包括所有的床 洗手間 廚房 包括這些 原裝 都會有的 是的 同樣 除了這個窗簾 冰箱 洗衣機 這三型之外 其他的都是交流標準 拿包入住 我自己都 很喜歡這隻 真的 66平方 做到 這麼大 這麼舒服 我也很喜歡這個 一房一廳 買回家 拿來做老姑婆屋也好 哈哈 好了 公寓呢 只有兩個 他就能夠示範 也都帶大家看 好 接下來我想 王先生應該都忘得七七八八 我現在下去 叫他幫忙 計算價錢給大家 OK 剛好 我們帶你看過了 所有的示範單位之後 現在 等到王先生有空 現在麻煩王先生 你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價格方面 好 現在我們推的公寓 現在是推二號樓 現在我們幫你計一套 二號樓 十樓 零一單位的公寓 為甚麼計算這套 因為這套是 潮南的單位 都是我們 最靚仔的 回遊朝向 是否也是最貴的 即是公寓 對 公寓的面積 是比較貴的 因為很多人 喜歡的 朝向 更漂亮 肯定是 更貴 一分錢 一分貨 是 這套房 是十樓 零一單位 建築面積 是66.4平方 建築單價是28,050元 總價是1862520元 現在我們公寓是五年托管返租 為甚麼可以托管返租 由於我們酒店開發商這邊 支持我們公寓的業主 可以說 除了可以擁有產權之外 又可以收租的回報 這個回報也是非常吸引人 為甚麼這樣說 我會介紹給你聽 現在我們五年托管返租 是這樣的 前面兩年 我們計算回報率 前面五年都一樣 即是計算回報率 五個點給你們 前面兩年 我們是直接把租金總價 在房價中減給你 直接返還 對 直接返還 第三年開始 你便可以收租 第三年開始便可以收租 我們一年 按照這個總價 186萬的成交總價 如果是返租 一年大概有五個點回報 是91466元 如果是12個月 每個月計算 也有7千多元 一個月收租 也挺高的 7千多元 對 兩年是182千多元 我們將總價上 現在按揭還可以減500元一平方 所以摺回來 是182萬9千多元 就便宜了差不多4萬元一方 182萬幾 減去我們兩年的租金 182千多元 實際上成交總價 是164萬幾 即是圍到164萬幾 你可以買這間屋 單價是圍到24700幾 所以足足便宜了差不多 到4千元一方 所以在這個時間 不是我們工業 是非常划的 我打斷一會 黃先生 剛才你有跟我說到 這個托管租期是五年 五年一簽 對嗎 現在這裏已經是兩年了 我想問我們這裏 這個工業交流是何時交流的 明年的奴隷分之前 明年年中 2022年的奴隷分之後 明年年中 然後這裏已經翻了兩年了 換言之 到我跟他簽了五年之後 我也是初一年都沒有錢收 初兩年都沒有錢收 但三年開始就收租 然後收租是每個月 每個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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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你提供銀行帳號都可以 然後幫你們計算 因為工業是不限購 我們貸款是按照五成的 可以貸款十年 首期就是八十二萬 八十二萬多 按揭金額也一樣 八十二萬左右 月供是八千七元 如果由第三年開始計算 你的月供幾乎可以 我們租金可以還月供 可以抵達 針對這個項目 我想問一下 假如他現在說的是 每個月可以有七八千元的反租 對吧 我想問是怎樣定義的 你是固定和我簽了的合約 是一定可以給我這條數 還是你好生意就給多些 生意差點就給少些 是固定的 由你交應購金當日起 我們就會和你簽一份租金合同 所以保障我們業主權益 都是為了我們雙方 因為共同把這間酒店經營起身 所以我們在當日 就和你簽一份租金合同 是整棟樓都是來做酒店的 所以我們是一定規模的酒店 所以我們可以保障得 你這樣的一個權益可以在這裏收租 另外在這個業主裏 我們有一個權益日 即是可以酒店免費 一年有十五日的住宿 原來我的酒店公寓 一年還有十五日可以免費 可以享受到這個酒店免費住宿 即是無論酒店的營業額 是高是低都不關我事 反正我每個月就是收硬這條數 是的 明白 好了 公寓了解得差不多了 我想問一下 另外那個 有一個剛才的 我有帶觀眾朋友去看了 單身公寓44 不過44的總價和這個 會不會相差很遠 44和68 總價是相差少少的 即是單價是否差不多 單價是一樣的 單價差不多 是一樣的 我以為66那隻會貴 因為其實那隻進去是舒服很多 是的 因為它一放一聽 我的小朋友當然可以在這裏 方便很多 那如果66來計算 有沒有一些便宜些 即是樓層低些 或者朝向不同 這樣會有些價格再便宜些 其實我們價錢都算很優惠 如果計算兩年反租 才圍到兩萬四千多 在同期市中心裏面 是最便宜的一套 跟競品裏面是最便宜的 單價算是最便宜的 如果是想朝向差一點 就可能便宜多五萬元左右 樓層一樣 是的 朝向不同 朝向不同 單價肯定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是想選西北方向 或是東北方向 價錢便會便宜 這套零一單位是東南朝向 價錢便會貴少 帥氣一點便貴一點 即44那隻的話 計算下來總價大概是 一百多萬 一百十萬 一百十萬以內 明白了 OK 現在來講講 我們住宅方面的價錢 好 住宅方面我計算兩套價錢給你 一套是大面積的 大積的就是一百四十四方 零一單位 這個是朝於西南方向 是為於我們9號樓 是剛剛推出的 這套住宅就是沒有什麼優惠的 住宅現在我們賣的單價是 三萬八千元一方 總價五十四萬左右 如果是我們的客戶想按揭一下 可以享受到一個九四節優惠 即為到總價去到五百一十幾萬 便宜了差不多三十萬 而單價就是三萬五千幾 一平方 所以便宜了很多 這是我們的大面積燈位 按照七成計算 公三十年 首期款可以給到一百五十五萬 香港人在這邊買住宅樓 可以享受手套 三成的一個付款 提款金額是三百六十一萬 月供是一萬八千六百幾 我們國維中央廣場是屬於市區樓盤 我們針對澳門和香港客戶 是可以一個澳門和澳門銀行的直貸 剛剛想問這個問題 你會利率優惠很多 按照澳門銀行利率和你計算 不需要跟我們大陸這邊那麼貴 因為低很多 如果是澳門那邊 低成半 所以香港澳門人買我們的樓 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我們是近至澳門關校 所以吸引了很多澳門人 去買這邊的樓 對 真是很近 因為剛才我從拱北開車過來這邊 都用了四分鐘的時間 所以真是很近去到口岸 另外一套我是計算了零六戶型 零六戶型是屬於我們 細面積的兩房兩廳單位 這套面積單位是76方 它的單價是39530 總價是298萬 細面積呢 因為它的細面積總價低 所以它優惠價到 優惠價到沒有那麼多 它按揭付款 只享受一個舊舊折 所以它成交的最終單價 去到39135元 都差不多四萬元的單價 對 總價是295萬 便宜了三萬元左右 為什麼細面積會貴一點呢 因為細面積總價低一點 都是最搶手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細面積都可以 已經拿到學區房 所以有些人就寧願 買一個細面積的霸佔學區房 都會享受 所以都會搶我們的細面積單位 那麼這套付款方式 它會享受怎樣呢 三成說 就提款七成 它的首期金額就達到90萬左右 提款金額是206萬 它的供是11,000多 1萬1千多 對 這套付款是細面積單位 嗯 這些計算會延遲 我想問一下 我們其中有個130多 都做了一個四房 那價錢計算下來 和這個140 除了面積的差額之外 單價方面相差得遠不遠 單價差不多 單價一樣 就是總價差一點 都是一個面積差的 一個總價的差價 明白了 以上就是我們這個 各位中央廣場的整個價錢體系 我還有這個項目的一個介紹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想了解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 我們會盡快回覆你 今集介紹到這裡 麻煩你了 王先生 我們先跟觀眾朋友說聲 Bye Bye Hello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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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